好了,回到我們何瑞波第二場的上半場精華 歷趕亞洲超級球會挑戰盃 基士文以正選身份 踢南華會的單戰球 踢他4231 而多數足目的也有升加西甲下手利馬 所以看法康這場的捷徵 斬得挺漂亮的佛球 歐陽耀聰斬的 可惜沒有第二點捷徵 一個挺有心思的死球技術 斬到遠處 接著有個冷戰 看到梁振峰突然三十幾百歲 就有4個球進去 我相信那球就中華未彈出來了 接著基士文再補充又散到人 有機會的 雖然這球球不是叫做組織請不大 看到梁振峰立了球起腳那一刻 可以說是閃電腳 搞到對方滿脹 堆井建平也真是低賤 其實當時我寄望南華會 早點拿去逼 就不要太客氣 因為南華本應 真的會少少怕 但很明顯 青水心跳 競技狀態還未到 剛剛這球球看到隊長 風圓直態 好了 入球 當時大概是十六七分鐘左右 正當想問兩位 南華會員 拍出一點 就看到這球球的突破 十三號的高木進行 幾乎一手 當然這球球就自己後場交新球 但見到高木進行 接著那一刻很有信心 一個扭進去 再跟隊友去撞場 結果就給他 這樣搞定 暫時來說 青水心跳領先一比零 天啊 看上半場的總計數字 雖然南華會的射門 沒有青水心跳那麼多 但其實中佬 我覺得有威脅 真的比青水心跳好 三射三中 青水心跳 六射兩中 各球大家都一樣 至於越為 南華有兩次 黃牌就是基士文那個 看下半場繼續有好的發揮 挑戰青水心跳